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 12号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军继续在乌克兰进行特别军事行动 并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乌方军事设施 乌克兰方面同一天表示 虽然俄军已经从首都基辅周边撤离 但是基辅所受到的威胁并没有消失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12号说 俄军使用高精度空机和海机导弹 打击了包括基辅地区在内的两处弹药库 和一处存放乌方飞机的机库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一段视频画面显示 俄军舰艇从黑海水域发射导弹 科纳申科夫还表示 11号晚 俄军包围了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 马里乌布尔的一处工厂 并压制了乌军的突围行动 另据乌克兰通讯社12号报道 有乌方官员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已在乌克兰南部的 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完成部署 做好了击退俄军可能进攻的准备 乌克兰通讯社还援引基辅市军事官员的话报道称 基辅周边的俄军虽然已于日前撤离 但所受威胁并没有消失 乌军必须做好未来保卫首都的准备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12号通报称 俄罗斯空天部队一天内摧毁了38个乌克兰军事目标 科纳申科夫说 俄军自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已摧毁乌军130架固定仪飞机 99架直升机 244套防空导弹系统 445架无人机 2153辆坦克及装甲车辆等 另据路透社报道 英国国防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乌克兰东部的战斗将在未来两到三周加剧 随着俄乌双方军力在乌克兰东部地区集结 舆论普遍认为 乌东部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正在逼近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12号称 近日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 一支长约13公里的俄军志愿和补给车队 正在向顿巴斯地区集结 预计顿巴斯地区马上就会爆发大规模战斗 西方情报官员表示 俄罗斯正在寻求将其在顿巴斯地区的 部队数量增加一倍甚至三倍 英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前指挥官 理查德 巴伦斯预测 该地区的战斗将是迄今为止最大战斗 12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举行会谈并共同会见记者 在谈到俄乌谈判时 普京说 目前乌克兰已经偏离此前双方达成的共识 谈判进入了此胡同 普京说 乌克兰已经偏离此前双方在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共识 解决有关于克里米亚 塞瓦斯图布尔 以及顿巴斯关系的问题 被排除在了已达成的协议框架之外 所以对俄乌双方来说 谈判已进入了此胡同 普京说 据他得到的最新消息 乌方的谈判立场在11号又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种在原则问题上的前后不一 给双方达成最终协议带来了困难 普京强调 在双方达成共识之前 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将按计划进行 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 乌人民公普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 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乌俄双方关于乌克兰安全保障协议的线上谈判 仍在进行 乌方对双方在伊斯坦布尔谈判时 达成的重要共识没有改变立场 但乌方不会考虑伊斯坦布尔公报中 未包含的所有其他问题 这可能导致对当前谈判进程状态产生误解 据今日俄罗斯网站11号报道 法国媒体日前披露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来自美国和英国的特种部队 一直驻扎在乌克兰 并对俄军开展了秘密行动 今日俄罗斯网站的报道说 法国费加罗报援引法国情报部门的消息称 自2月下旬俄乌冲突爆发后 英国特种空情团一直驻扎在乌克兰 还有美国的三角洲特种部队 报道称 消息来源提到 俄罗斯非常清楚英美特种兵 对俄军发动秘密行动一事 今日俄罗斯网站的报道指出 美国和英国一直是西方国家中 对乌克兰实施军事援助最积极的国家 英国首相约翰逊 9号亲自前往基辅表示自己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敦促泽连斯基继续与俄罗斯战斗 而不久之前 英国媒体也曾发布报道 称数十名英国特种空情团退役士兵 已经或计划前往乌克兰 以训练乌克兰军队使用西方武器 并对他们进行侦查和反坦克战斗方面的训练 但外界不少人质疑 英国派出的并非是真正的退役特种兵 很可能是现役特种兵 只是为了不激怒俄罗斯 所以才谎称这些特种兵已经退役 英国首相约翰逊 与美国总统拜登12号通电话 讨论加快对乌克兰援助的必要性 约翰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通话中他就9号与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在基辅的见面情况与拜登进行了交流 并指出两国同意将进一步加快 对乌克兰及其民众的援助 12号据路透社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 美国总统拜登预计最早将于13号 宣布再次向乌克兰提供 7.5亿美元的军事支持 据报道这笔资金走的是特殊程序 可以让美国总统绕过国会批准 直接调用 自2月24号以来 美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价值超过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另据报道 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称 美国近期正试图说服部分盟友 向本国拥有的苏制 或者是俄制防空导弹系统提供给乌克兰 同时美国也正在加紧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 这名官员透露 美国每天有8到10架飞机 向乌克兰供应西方武器 运送武器的车队更是源源不断 当地时间10号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 在被问到 美国是否已经不再区分防御性和进攻性武器 从而为给乌克兰提供更多致命装备 打开大门时 沙利文毫不掩饰地说 在这个问题上 限制几乎已经被解除 沙利文还称 美国提供的更多武器即将运抵 他承诺运往乌克兰的先进武器种类 将非同寻常且前所未有 但他拒绝透露具体情况 对此俄方表示 北约虽然否认公开参与冲突 但实际上早就站在乌克兰一边 借乌克兰之手与俄罗斯作战了 近日 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 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英镑的武器 包括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 英国媒体指出 这些导弹可以对俄罗斯军舰造成严重损害 可用于对付俄罗斯海军对黑海港口的围攻 沙利文称将有非同寻常 且前所未有的先进武器运抵乌克兰 那么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武器呢 此外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曾报道称 美参议院通过了一项面向乌克兰的租借法案 其旨在简化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这个法案曾经在二战期间广泛的运用 美国这一系列的举动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么样的目的 相关的问题我们来听军事专家杜文龙的分析 美国这种神秘标志着今后在乌克兰没有出现 没有使用过的武器装备将会成为主要角色 按照美方的说法 今后三种装备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支援 第一是激光制导火箭弹 第二是无人机 美洲豹 另外还有高机动车 如果采用激光制导火箭弹 对地面目标攻击特别是夹挂直升机和其他的平台 这样毁伤各种坦克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 而且成本会大会降低 激灵口金的弹很便宜 加上激光导引头之后就能够对昂贵的坦克进行攻击 而且精度效果基本上可以达到之前空地导弹的攻击能力 这样在作战行动中大量使用 也不至于造成成本的激增 另外像美洲豹无人机 各种不达轻空机 但是如果人用手抛制的方式起飞 它可以在局部地区形成一个侦察平台 对于班族的作战行动 特别向战会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持续的进行火力袭击 火力引导 以及客服复杂地形 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高机动车很显然要提供乌军的侦察能力 因为这种车辆美军还没有用过 取代汉马车 如果在相对平坦的地形上 加挂侦察 打击武器装备 以侦察战斗小组的方式出现 无论是袭击对方的交通线 袭击对方后勤基地 或者是进行各种侦察行动 都能够发挥重要效果 美方包括正在提供的武器装备 就是想让俄乌冲突 从目前的大量消耗变成蔓延持久 这种转变说明 美国是最后被最大的受益者 通过目前的俄乌冲突 可以严重地削弱俄罗斯的国力和军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